2010年的总决赛堪称是一场史诗级的比赛,也是日后所有的主教练参考的比赛。 这场比赛最终是胡人以83比79战胜了凯尔特人,夺得了历史第16座冠军,更是第一次在与凯尔特人抢击中获得胜利。 而当年的先发都有谁呢? 科比、加索尔、拜纳姆、费舍尔、阿泰斯特科比在夺冠之后身体受伤频繁,最终在2015年选择退役。 现在的科比已经是商界中的一员,自己镀册一家公司,也是与运动相关的,希望科比在商界中依旧无敌。 加索尔夺冠后的加索尔在14年加盟公牛,在这个赛季又加盟了马克队。 拜纳姆这是最让人感到惋惜的,夺冠后的拜纳姆去了76人队,但是并没有打上几场比赛,受伤,再加上自己不积极的配合治疗,最终连一场像样的退役仪式都没。 费舍尔有大心脏的老鱼在夺冠后曾经去了火箭、雷霆,但最终还是由于年龄的原因,最终选择退役。 阿泰斯特夺冠后的他后来加盟尼克斯,2014年2月25日,慈世平被纽约尼克斯队裁掉。 2014年8月4日,CBA四川金墙职业篮球俱乐部正式与慈善世界和平签约一年。 2015年9月25日,慈世平与洛杉矶湖湖人队达成了一份一年期的非保障合同,但后来就选择退役。 当年的首发五虎只有加索尔才在苦苦地为了自己的梦想再坚持。 人一定要有梦想,有梦想而且为之奋斗的人是幸福的,你说呢?